周末是给我们休息的 但你发现没 有时候休息比不休息还累 今天和你分享 珠光潜的文章 谈休息 一般人以为多延长工作的时间 就可以多收些效果 比如说一天能走一百里路 多走一天就可以多走一百里路 如此天天走得不歇 无论走得多久 都可以维持一百里的速度 凡是走过长路的人都知道 这算盘打得不很精确 走久了不歇 必定遇走遇慢 以致完全走不动 我们走路的秘诀 不怕慢只怕站 实在只有片面的真理 永远站着固然不行 永远不站也不一定能走得远 不站就须得慢 有时延误事迹 而偶尔站却不至于慢 站后再走是加速度的唯一办法 我们中国人做事的通病 就是怕站而不怕慢 慢条斯里的不死不活的望着哀 说不做而坐着并没有歇 说做并没有做出什么名色来 许多事就这样音寻耽误了 我们只讲工作而不讲效率 在现代社会中 不讲效率就要落后 西方各国都把效率 看成一个迫切的问题 心理学家对这问题做了无数的实验 所得的结论是 以同样时间去做同样工作 有休息的比没有休息的效率大得多 比如说一长夜的算学家法习题 继续不断的去做 要费两点钟 如果先做五十分钟 即以二十分钟的休息 再做五十分钟 也还可以做完 时间上无损失 而错误却较少 西方新式工厂 大半都已应用这个原则 去调节工作和休息的时间 其实不休息的工作 才真是浪费时间 此外 还有精力的损耗更不经济 拿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 可工作的年龄 至少有二十年的差别 我们到五六十岁 就衰老无能为力 他们那时还正年富力强 事业刚开始 这分别有多大 休息不仅为工作蓄力 而且有时工作必须在休息中 酝酿成熟 法国大数学家潘家贵 研究数学上的难题 苦思不得其解 后来跑到街上闲逛 原来费尽气力不能解决的难题 却于无意中就轻轻意义地解决了 据心理学家的解释 有意识作用的工作 需得退到潜意识中酝酿一阵 才得着土生根 通常我们在放下一件工作之后 表面上似在休息 而实际上潜意识中那件工作还在进行 詹姆斯有夏天学溜冰 冬天学求水的比喻 溜冰本来是前冬练习的 今夏无冰可溜 自然就想不到溜冰 算是在休息 但是溜冰的肌肉技巧 却恰在此时凝固起来 求水也是如此 一切学习都如此 比如我们学写字 用功慎勤 进步总是显得很慢 有时甚至越写越坏 但是如果停下一些时候再写 就猛然觉得自有进步 进步之后又停顿 停顿之后又进步 如此辗转多次 字才易写得好 习字需要停顿 也是因为要有时间让筋肉技巧 在潜意识中酝酿凝固 习字如此 习其他技术也是如此 休息的功夫 休息的功夫并没有白费的 他的成就往往比工作的成就更重要 佛说四十二章经里有一段故事 借人为学 不宜操之过急 说得很好 沙门夜送家夜佛教遗经 其声悲紧 思悔欲退 佛问之月 如希在家曾为何业 对月爱弹琴 佛月 闲缓缓如何 闲缓缓如何 对月不明矣 闲疾如何 对月生绝矣 疾缓得中如何 对月朱颜璞矣 佛月 沙门学道亦然 心若调适 道可得已 于道若抱 抱即身疲 其身若疲 意即生脑 行即退 我过仙儒 如成诛诛子 教人为学 一场历界急迫 主张悠游寒勇 这四个字 含有妙力 他所指的功夫是 蒙火尖后的慢火威 紧张工作后的 潜意识的酝酿 要悠游寒勇 非有充分休息不可 大地智学和智识 第一件事是 清明在功 从容而灵活 常做得自家的主宰 提得起放得下 急迫造尽 罪易无事 我有时写字或作文 在异性不佳 或危感倦怠时 手不应心 心里欲想好 而写出来的欲坏 在此时仍不肯丢下 带着几分气愤的念头 勉强写下去 写成要不得就扯去 扯去重写 仍是要不得 于是欲写欲烦躁 欲烦躁也就写得欲不像样 假如在发现神思不忘时 立即丢开 在乡下散步 吸一口新鲜空气 看着蓝天绿水 陡然间心旷神怡 回头来再浮案做事 便觉精神百倍 本来做得很艰苦 而不能成功的是 现在做起来却有首辉目送之乐 轻轻一一就做成了 不但作文写字如此 要想任何事做得好 做事必须精神饱满 工作成为乐事 亦有倦怠或烦躁的意思 最好就把它搁下休息一会儿 让精神恢复后再来 人需有生趣才能有生机 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得的快乐 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 诸葛武侯所谓宁静以致远就包含生趣和生机两个要素在内 宁静才能有丰富的生趣和生机 而没有充分休息 做悠游寒勇的功夫的人们 绝难宁静 世间有许多过于苦的人 满身是尘牢 满腔是杂念 时时刻刻地为环境的需要所趋浅 如机械一般流转不息 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宰 呆板枯燥 没有一点生人之趣 这种人是环境压迫的牺牲者 没有力量抬起头来驾驭环境或征服环境 在事业和学问上都难有真正的大成就 我认为许多穷苦的农人 滋滋不错的老学究 和一天在办公室做八小时的公务员 都令我起这种感想 假如一个国家里都充满着这种人 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光明世界来 基督教的圣经 叙述上帝创造世界的经过 与每段工作完成之后都坠上一段说 上帝看看他所做的事 看 每一件都很好 到了第七天 上帝把他的工作都完成了 就停下来休息 并且加福于这第七天 因为在这一天他能够休息 这段简单的文字很耐人寻味 我们不但需要时间工作 尤其需要时间对于我们所做的事 回头看一看 看出他很好 并且工作完成了 我们需要一天休息来恢复疲劳的精神 领略成功的快位 这一天休息的日子是值得加福的 神圣化的 在现在紧张的生活中 我们车如流水马如龙地向前直滚 不曾留下一点时光 做一番静观和回味 以致滑岩事象都在特别快车的窗子里滑了过去 而我们也只是回系盘中的木人木马 有上帝的模样在那里 而我们不去学 岂不是浪费生命 我生平最爱陶渊明 在字迹文里所说的两句话 勤迷于劳 心有常闲 上句是尼采所说的 达奥尼苏斯的精神 下句则是亚波罗的精神 洞中有静 常保存自我主宰 这是修养的极静 现代人的毛病是 勤有于劳 心无偶闲 这毛病不仅是生活索然寡位 身心俱疲 于是劳而无功 而且使人心地博杂 缺乏冲和红意的气象 日日困于明江利索 较整个世界日趋于干枯黑暗 但丁描写魔鬼在地狱中受酷刑 常特别着重不停留或无间断的字样 不停留 无间断 自身就是一种惩罚 感受这种惩罚的人们 是甘愿人间成为地狱 上帝的子孙们 让我们跟着他的榜样 家福于我们工作之后 休息的时光啊 休息 两个字都有停下来的意思 让体力和精神得以恢复 从而以更昂扬的姿态去追求生活 那么早点休息 明天见 明天见